這個 這個 一杯釘全部照他的樣子 這塊石頭還沒畫 他這裡多一塊石頭 這還多一家塊 看到很心情眼鏡 他在我旁邊 尖多 他這裡有一塊 他這下面還有一塊石頭 這個形狀 你喜歡拉大一點 大的小一點都無所謂 大一點就像 那麼這個就這樣 講李老師家都是小的話 那就不是小金大了 一定要畫大的呀對吧 不見了 我這已經是小金大了 如果你再加一層也會 那麼再加上去 再加上去就被高山出來了 就是這樣 真的漂亮 這裡有什麼 那麼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都已經秤好了 那麼秤了中 你這個大面積嘛 你可以先大概要加 從這裡秤上去 反秤上去 那麼這邊也秤 在這裡面他還可以加一個 如果你還加一個 又是一個小石頭 你會少秤一點 那麼在這個小石頭裡面 把它秤著 那麼這個地方呢 上面呢 不一定把它全部連接 因為一高它是光線一亮了 所以都會比較 那麼在這個地方 你是看不見的地方 就是這一塊地方 你秤它 這個變成哪一輩子 在這個裡面 凹到裡面 你要去把它秤掉 因為這個方向都是這樣秤嘛 你這個也是這個光線 在這個地方 這個都是它的這條線的後面 所以後面都給你秤 這個地方 你這個打在這 如果你在這地方 你還要做一個 又有一個線條出來的 那你這個線條 不一定畫的 你可以少一點 然後你可以把秤把它夾起來 你可以這樣 那麼這個地方呢 先順著這個路線 這個在它後面 然後就是你這樣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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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慢慢就這樣 你不要全部夾 等到後面就看 哎呦 慢慢想 一切掉塊再夾 大概就這樣 先把前面這個 好漂亮 那老師 這個秤的一條條的 方向是不是要一致 還是隨便你啊 你比如說你這裡是這樣子的 你一個輪廓線 大概順著它的外面輪廓線 這樣往前走過去 這個不要折線 一定要弧線 而且你家電子 你要提起來 是一個很鮮的 就像畫蘭花葉子 做那個